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现在讲 生意地和世俗地的出争论 因为我们前面 已经抉择了 生意地和世俗地的分类 本体 它的一些道理 进行安理 这样之后 有些优势众 优部众 精部众 也就是说小乘的一些 声闻学派的人 还有一些世间人 从来没有学过宗派的 觉得我们佛教的这些观点 不合理地有个别的人 对这个问题进行争论 进行辩论 今天我们讲的是第五个 遣除太过 遣除太过也是 分四个方面来进行叙述 首先是破除不得福德之证 那么不得福德之证 在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供还佛生德 如供食有佛 讲这个颂词 那么这个颂词的字面意思之前 大家一定要知道 对方给我们发出太过 也就是说进行辩论 怎么样辩论呢 对方站在 一切万法是十有 以这个观点的立场 这个立场上 他就开始遍布道 说你们大乘中观派 认为一切万法都是没有自行的 神义地当中 全是离四遍八戚 四肃地当中 虽然有现象 但无有自行 就像如梦 如幻 如阳眼 如岁月等等 就是以这样来比喻说明的 如果真的是一切诸法 像幻幻一样虚幻不实 这样那有很大的过失 怎么样过失呢 一切万法 如果虚幻 那佛陀也变成虚幻不实 像水泡一样了 那这样我们对佛陀供养 功德都已经耗尽了 我们本来说 供佛肯定有功德 但是你们说 所供得对境的佛陀 也是无有十有的 无有十有的话 那么供佛的功德已经坏坏了 有很大的过失 因此对供养佛的这种功德 已经有耗尽的过失 所以说万法成虚为虚幻不实的 这种观点不合理 对方确实也是 站在这种角度来进行辩论 恐怕我们世间人当中 也有这样的 一切诸法如果如幻如梦 那我念《观音信咒》 已经不是幻幻论了 那就没有什么功德了 我放生也好 供佛也好 或者布施也好 持戒也好 全部已经没有功德了 全部都是如幻如梦了 那如幻如梦 就像是某种做什么功德 心觉以后 全部都没有了一样 那就有点不合理吧 很多人都会这样想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里面 有些表面上看到 好像有不综合 或者说是有始终 跟宗观派之间的一种辩论 但实际上我们很多凡夫人 跟他们相同的邪见 有一些相同的疑惑 这些经常存在 因此我们通过这样的学习之后 凡夫心里面的很多的一团 自然而然会解开的 所以学习宗观对每一个人来讲 的确是意义非常大的 那么对方给我们这样 提出问题以后 我们说 虽然你们说的是对 一切万法 没有一个真实的自信 尤其是以生意地来观察的时候 全部都远离一切戏论 然后以世俗的角度来分析的时候也是 任何一个法虽然有它的 明明清清的显现 但是从它的本体上 因缘上 以及它的果上面 进行抛析的时候 没有一个不能成为不实的东西 也就是说 全部我们中观成为的失控 不可能有一种堪忍的 或者说是一个诚实的东西 不可能有的 那这样一来会不会是 刚才他们所说的过失 供佛它的功德 耗尽的过失有没有呢 这个绝对是没有的 怎么没有呢 因为我们所承认的 不仅是我们供养者 供者的我 在名言当中也是虚幻的 如幻幻一样 然后我所供养的供品 不管是水果也好 或者说是一切世间的 主人所所主持和没有摄持的这些 所有的供品 供品也是如幻幻一样的 然后所供养的世间 未来 过去全部也是如梦如幻一样的 所供的对境 佛陀也是 不管是以前正在注释 宣说佛法的佛陀也好 或者现在佛像面前也好 佛殿里面 所供养对境的佛陀 也是幻化的 但是这样的幻化 全部是幻化 也最后获得了什么呢 获得了幻化的果位 也是幻化的质量 也是完全能得到的 这是佛陀在《三显幻世清闻经》里面 也是说了 我即清净幻 无畏之法身 我就是清净的幻化 无畏之法身 那么《不推转论》的 这部经典当中也说了 一切法如幻 菩提也如幻 一切法都是 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 全部是幻化的 我们可能在座的个别学过 五个广尊者所写的《大圆满虚幻修习》 《大圆满虚幻修习》 第一品当中 已经觉着 一切万法是不生 无产生 由如梦来觉着的 然后第二品当中 一切万法是不灭 显现是有的 但是这个不会灭的 这个用如幻来觉着 所以在这一品当中 主要讲四种幻 一个是自行幻 所尽幻 还有方便幻和智慧幻 自行幻的话 我们记就是幻化的 也就是说如来障 心的本体也是幻化的 然后索尽所有的烦恼障和索知障 习记障等等障碍 全部也是幻化的 对着它方便的 所有到位的智慧 从一地到十地之间的智慧 也是幻化的 最后到果位的时候智慧 也就是说佛陀发生果位的 这些智慧也是幻化的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 学习了这部论典之后 知道一切万法是 真实是 从轮回的任何一个法 一直到佛陀之间的所有法 没有一个是有的东西 这一点 看我们明年学吧 明年大经堂修完了以后 就是讲虚幻修习 大幻化王 全部在新的经堂里面 过幻化的生活 这样以后不会有执着 不然有新的经堂 很多人都有点执着 最近我看 我们这里有个别的道友 已经有了新的经堂 他不知道是幻化 认为是真实存在的 哎 这个窗帘那么好啊 这个上面的灯那么亮啊 一切都执着为是谁有 不要说我们现在显而不是 水泡般的这些经堂是幻化 乃至佛的智慧 佛的一切想法 全部也是幻化的 但是这样幻化 是不是不会得福德呢 并不是这样的 确实像小乘众 他们认为佛陀是石油的 供品是石油的 供者是石油的 然后最后所得到的福德 福德也是石油的 但这一点没有任何差别 只不过你们小乘众承认为 供者 供敬 供品全部成为石油的 最后所得到的福报 也是石油 而我们大乘众观众 认为这些都是不是石油的 但是最后所得到的 也不石油的果位 不石油的福报 所以说 我想我们要懂得 虚幻布施的这种道理以后 对祭道过的一切执著 也会自然而然消失的 但这样的 显而不石的实际上也得到一种幻化的福德 所以平时大家自己修行 念多少咒语啊 然后做什么功德的时候 也不要有特别强烈的执著 一直有这样执著的话 也不行 包括我们修上师瑜伽 修本尊 应该懂得它的本体是空性的 这样的空性 很多高僧道弘扬佛法的时候 对弘法历生的事业 也有如幻化一般的观点 有这样的看待 以前汉传佛教当中的 永明禅师他也是这样说过 说是建立岁月道场 打坐梦中佛士 并不是说真的是他建立一个 在湖泊里面的岁月的道场 也并不是在坐梦中佛士 不是这样的 表面上看来 我们建寺院 建学校 做很多很多的 比如说建立一些弘法历生的中心 学会等等 然后也做一些讲经说法 念咒语 磕头等等 各种功德 但是这些全部都是 应该是如梦如幻般的 应该是显而不适的 这样的因缘非常殊胜 因为我们学过宗观的人 大家都应该知道 这些都是因缘聚合 如果是因缘聚合 那就没有一个 用幻化宝语来不能比喻的 全部都是用幻化比喻的 因此龙龙菩萨也说了 非缘起之法 始终皆无有 不是缘起的法 在整个一切万事万物当中都没有的 全部是因缘合合的 谁通达了这样的因缘合合的话 那么我们在世间当中 最得到的 最殊胜的一种见解 这种见解极为稀有的 所以我们真正是懂得 中观这些道理的人 知道佛一直到众生之间的所有万法 就像岁月一样 扬眼一样 显而不适 但是我们在名言如幻如幻当中 一定要做善事 做功德 这一点大家也是不能有疑问 或者放弃的 那现在有些人是真的这样 啊 既然是一切如梦如幻 那我们就不作罢 不供佛 不要磕头等等 有这种说法 那这种说法真的是 邪魔加持力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说法 所以我们从见解上应该 与像莲花生大师 和一些中观龙龙菩萨那样的见解 就是了知一切万法 都是显而不自行的道理 但是在行为上 一定要行持善法 这样在幻化当中 有幻化的果报 遣除我们幻化般的痛苦 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有时候 大家懂得了一些空性法门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 把积累资粮放下来 做一点点的积累资粮的功德 也很大的 我最近看到佛陀在佛经里面 比如说我们供养佛 或者说顶礼佛陀 这么一句话 在佛经里面说 在六世界当中 转生于三十三天 我们想 光是听到一个佛号 或者口里面念诵一句佛号 其实不是很困难的 但是这个功德 的的确确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平时走路也好 到哪里的时候呢 看到佛像的时候 应该心里面供养 如果你特别忙 或者实在没有科大徒的时间 稍微你的单数合适 也供得很大的 或者我们到东方去的时候 心里面观想 东方有无量的佛陀 我要顶礼东方所有的祝福 如果我到西方去的话 那么西方也有无量的佛陀 我要顶礼供养无量的 西方的一切如来 这样想的话 这种功德也是非常大 总而言之 我们所作所为当中 一些小小的行为 也是菩提的因 《莲花莲花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火有人礼拜 火佛丹合证 乃至菊一树 火佛小地图 依此供养下 渐渐无量佛 意思就是说 或者有些人礼拜佛陀 有些人没有真实科大徒的机会 光是单数或者菊手 对佛供养 或者我们看到一个佛像的时候 这样小地图 那这个功德 其实依靠这样供养佛的功德 暂时已经获得了人天的果报 逐渐也会成佛的 以前我们藏传佛教里面 也有 依靠一礼香 三人得成佛 有这个说法吧 《前行》里面也讲过公案 一个叉杂香 一个人糟了 一个人觉得被遇淋湿 上面盖着蟹垫 后来一个人看见这个蟹垫很脏 把它扔出去了 放在一个干净的地方 结果这三个因缘让他们暂时获得了专人王 究竟获得成佛的 所以我们三宝的对境 真的是非常殊胜的 大家心里面如果对他生嗔恨心 生邪见的话 这个果报也是非常可怕的 然后对这样的三宝不可思议 佛的境界也好 法的境界 法的深奥 生一种信心的话 《妙华莲华经》里面也说了 佛的功德不可思议 法的力量也不可思议 如果我们对不可思议生起信心 获得不可思议的这种异熟果报 所以汉传佛教里面也是 三宝门主好修复 有这样的说法 以前可能很多人都比较清楚 梁无敌在佛教历史上贡献非常大的 他不管是造寺院也好 或者供养僧众 修建经堂等等 在那个时候 尤其是我们在吃素方面 应该对佛教贡献很大的 但是后来有些人问 他弘王尼神的如是大的愿力 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因缘成熟的呢 后来他的过失 只供和尚 他说 他以前在前世的时候 当一个侨夫 当侨夫的时候有一天 他每天都是砍财以后 把财火卖了为生 这样的 有一次在下大雨的时候 路边看见有一个吏菩萨在被雨淋湿 在这个时候 他就发一个清净心 用斗驴或者用帽子 已经盖着 当着月水 以这个果报 也是五十年当中获得王位 得奖善 然后在佛教 历史上是有这么大的贡献 所以我们有时候 大家也不要想 噢一点点的功德不大 千万不能这么想 我也最近看一些 佛陀的名号功德 过一段时间我也要求 可能让大家 不是让大家念吧 在人死的时候 或者大家应该把 这个佛号的功德明白 那这样以后 即生当中真的有时候这样想 短暂的人生 遇到这个佛法时 确实是没有白白 应该说是很有福报的 否则不可能 遇到这么殊胜的法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既要学中观 也要学一些 世俗的法门 学中观的时候 有两种危险性 一种危险 认为一切都是空性的 没有必要 如晃如梦 都是这个 没有什么 所以他学是学了 没有学究竟 有这样的一种危险性 有些人对中观法门 一无所知 然后一切都认为是石油的东西 最后他的实质 成了解脱的障碍 有这个可能性 因此大家虽然要知道 虽然一切都是幻化的 但是在我们轮回幻化那样的世界当中 依靠这种佛不可思议的 幻化的力量 让我们烦恼和痛苦的幻化 一并接受 最后获得幻化的佛为 这一点一定要深信不疑 下面我们讲破除不能戒胜之证 因为刚才如果是空性 福都不可能得 那么现在说 如果是空性 戒胜 我们在轮回当中 扭转生死觉得是不合理的 那么这个颂词当中是这样说的 有情若如患 死亦云合胜 中阳聚合业 随患业当胜 云合因九卓 有情成十有 首先第一个问题 这是颂词当中也比较明显 他们说 你们宗观派认为一切法 都是如梦如患 如扬扬 岁月千大不成等等 一切都是显而不适 这样的空性 如果是空性 那么应该说是没有任何的死者 幻化石它造出来的大象 骏马这些 其实是什么时候都灭的 很快的时间当中是灭的 那么死完了之后 幻化石的大象又活过来了 没有这样的说法 我们电视里面的人 通过打仗最后死了 他人死了就死了 在电视当中活过来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你们佛教认为 每一个众生都是从无始以来到 现在流转轮回 一直连续不断的 生生世世 辗转不断 是这样的 佛经当中也说是 有情轮回生六道 犹如车轮无始终 佛经里面也这样说 那六道轮回的众生就像是车轮一样的 没有开始和最终的 一直不断地漂泊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轮回不合理的了 就是你们认为 一切诸法是如幻如梦 我们可能有些人也是这样想 一切诸法是如幻 那我无始以来到这个 来到这个人间 还要不断地漂泊在轮回当中 那这个怎么合理呢 肯定不是如幻如梦 如果如幻如梦 你看 幻化时的幻化马上都灭完了 灭完了以后 就像水泡一样就没有了 那这样的话 怎么会是还长期在轮回当中 一生是二生是这样的 不断地流转了 还有这回事啊 很多人可能会这样想 但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我们下面进行对它折捕 那首先就是说 如果因缘俱合 你们认为外面的幻化 很快的时间当中会灭尽的 但是也不一定的 幻化的话 实际上幻化石 古代印度都有这种幻化石 它通过一些狮子 木块 以及咒语 还有一些药物 以及它各种禅定和灯次的能力 这些因缘俱合的时候 外面可以变出了各种大象菌 或者山和大地 什么样的形象可以幻化出来 那这样的话 我们对它回答的时候就是说 不要说我们六大轮回的众生 因缘俱足的时候还不断地扭转 包括你们幻化石 世间当中的幻化石 它所编出来的幻化 如果它的因缘 刚才所说的这些 全部集聚的时候 其实幻化 毕竟是幻化 但是它还是不会灭的 它的现象 也是应该存在的 所以佛经当中也是确实说的 不管是幻化也好 世间当中的任何一个法 还是有明确的说门 记得《中论讲义》里面 也引用这个教证 说是 因缘合合石 果报集成书 还有我们《白业经》里面也说了 因缘聚合石 其果定成书 所以任何一个法 只要是它的因缘聚合的时候 它的果一定会出现的 《诗量论》里面也是说了 说 因诸果不灭 因诸是具足 只要因缘合合的时候 那它的果不会灭的 那这一点不仅是我们的众生 包括你们幻化石 我有时候这么想 我们现在电视音频上的东西 它的因缘具足的时候 什么时候因缘具足呢 一直不断地显现 那有些人可能认为 这个有点不同 你看电视 它可能只是显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众生 前世也是这样的 这世也是变成人 来世变成牦牛 那三个石都可以出现 那这一点也 其实幻化上 如果它的因缘具足 也是可以的 有些他们演的电影 或者通过电视屏幕显现出来 那玉林过世的前世就是天人 它到这之间也有一定的时间 最后变成过世的整个情节 也可以显现 所以我们表面上看到 它是一种幻化 但是这个幻化也是 它这样因缘具足的不但是意识 第二识也可以显现出来 这样一来我们应该知道 所谓的众生 他的无名 烦恼 还有一些执著 趣意等等 这些十二元气里面 前面的各种因缘具足的时候 轮回当中的所有众生 虽然本体是不成立的 就是幻化 没有任何差别 但是在轮回当中一直不断地扭转 因此我们一定要知道 任何一个法 只要是他的因缘具合的时候 一定会显现的 那么这个时候 对方有这样的一种疑问 对方也提出一个疑问 虽然一切都是幻化的 这一点你们也是这样说的 我们也可以这样承认的 但是有一定的差别 因为幻化的话 时间是很短的 比如说我们做梦 晚上很短暂的时间当中做梦的 然后外面的一些音像上面的 这些幻思也是刹那间或者瞬间 这么一个短暂的时间当中显出来的 而我们众生不相同的 从无始以来到乃至成佛之间 那么长的时间 那么长的时间 说明在时间上面有一定的差别 因为众生他扭转的时间 特别长的原因应该是石油的 而幻化没有那么长的时间的原因 不是石油的 对方给我们提出来 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说 云和云九主有情成石油 你们怎么说是因为路道轮回的众生 时间比较长久 因此他肯定是具有石油的 这个理由一定也是不成立的 为什么呢 如果是这样 时间长一点 它是石油的话 那我们有两个幻化的物体 一个是三天 一个是八天 那这样八天的幻化 比三天的幻化长的缘故 应该变成石油了 或者说 幻化变成八天的时间当中 然后石油的人 变成一天的时间了 比如说一个业儿刚生下来了 然后他活一天 然后旁边放一个连续片的电视 火焰夹的电视 然后一直放到八天 它还没有灭 然后那个婴儿生完了以后 死完了 那这样的话 他的人生应该变成幻化了 另外那个变成石油了 因为你承认 时间长的是石油 时间短的是不石油 那这个也不能成为一个理由 记得荣誓班智达 在《入大乘论》当中 有一个比喻 有一个幻化的儿子 叫巴勒的故事 其实有一个人 他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 名字叫巴勒 他有事情到外面去 到外面去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仙人 然后那个仙人 这个《入大乘论》 我已经可能是 接近十八年以前看的 可能里面有一些公案 有点查错也不知道 当时那个仙人看着可爱的孩子 过了一段时间 结果他已经丢失了 不见了 不见以后 以前古代的仙人 非常的厉害 结果他用他的注意 和他的一些神变能力 马上变出一个 跟可爱的巴勒一模一样的 变出来了 变出来了以后 那个主人回来了以后 他就根本不知道 他认为他原来的亲生儿子 一直对他非常的疼爱 过一段时间 他的儿子也回来了 结果他有了两个孩子 一个是幻化的 一个是真实的 但是那个仙人 他就把住宿没有解开 他一直把幻化放在那里 这样以后 后来巴勒死的时候 也照样骨头 这些都是照样有的 所以在幻化的话 最后他活的时间也是非常非常的长 跟这个巴勒好像是一样的 还是这么说的 所以有时候 大家也应该知道 那天我们讲南科一梦的时候 也是说 当时他在下午的时候睡下去了 然后出星星的时候就醒过来了 在这个之间 实际上是过了一辈子 然后华莲梦的时候也说了 他梅刚刚要下过的时候 就入了幻化 结果这个梅还没有成熟的时候 就已经醒过来了 但是在这个之间 过了他的整个一生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认为 因为时间太长了 这样的原因 它是石油的 而时间短不石油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麦彭仁波切在梦和心的辩论里面说 时间的长短 白天和梦见都有有的 有些真的做梦 做梦很长时间 以前上师如意宝讲 《心和梦》的辩论 那个时候 讲了一个藏地西刚大佛佛的故事 他有一天晚上 住于光明的梦境当中 一天晚上 但是他到清净的刹土 已经生活了二十一年 才回来 所以我们有时候应该说 一切都幻化 只不过是幻化的这种时间 我们共同的众人 有共同一种业力成熟的差别 除此之外 应该说是没有差别 因此我们平时 经常这样想 梦中可能是很短暂 所以他是不适有的 平时我们从小一岁开始到 现在最后我是八十一岁 然后八十一岁 八十一岁很好的 释迦牟尼佛的年龄 所以这个之间 认为是适有的 其实我们梦中的生活 应该说是没有任何的差别 因此我们不能说 因为众生在轮回当中 流转的时间是太漫长的 正因为这个原因是适有的 而这个幻化 外面显现的一瞬间 一刹那 所以不适有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大家应该知道 从各方面来了解 知道一切万法在本体上 尤其是无有自信方面 跟这个方法没有任何差别 如果你懂得这样的道理的时候 对祭道过的一切法 不会有特别强烈的执着 其实没有执着心如意禅定的 最好的一个途径 最好的一个方法 那么下面我们讲 破除无有善恶之变 对方说 如果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话 不应该有善 不应该有恶 就又开始进行辩论 对方又是这样说的 你们这个宗观派 认为一切万法也是 像幻化一样空性的 如果幻化一样空性的话 那么幻化 大家也知道 就是如果一个幻化的人 然后杀了幻化的人 那个杀者也不会犯罪的 电视里面两个人打架 结果有一个人打死了另一个人 那电视里面的杀者 不会犯罪的 或者说我们现在所谓的机器人 两个机器人打架 然后一个机器人杀了 那个机器人有没有罪过呢 应该说是没有罪过 不会受法律的惩罚 不可能我们把机器人 关在监狱里面 有没有 现在什么样的怪怪 机器怪怪的东西都有 也许有哦 有些人觉得这是很好玩 把机器人也是 关在监狱里面 为什么他关在监狱里面 因为他杀了幻化人 然后又专门要修监狱 九城路的监狱 那这样也不可能的 如果对境是幻化人的话 那么对幻化做各种各样的供品 饮食 财物 这样供养的话 也不可能得到幻化的福德 所以说 你们如果认为 一切都是幻化的话 那这样就很方便了 比丘杀人的话 也不会破坑本戒了 比丘供养十方诸佛也好 或者其他的在家人 对僧众面前做各种供品 什么水果 橘子 供养的话 也不会有任何供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都是幻化 一切都幻化的话 杀害众生也没有什么罪过 然后供养供品的话 不应该有任何福德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你们中观派不是说 一切都是幻化 如梦如幻嘛 如梦如幻的话 哪里有这种罪过和福德呢 对方给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 表面上看来 好像对方的问题 也比较尖锐 因为我们确实承认 一切万法是如幻如梦 既然是如幻如梦的话 那幻化互相杀害 也是不会受到惩罚的 同样的 那这样我们真正的 像幻化般的人 杀害幻化般的人 也怎么会有罪过 或者说 供养他们 怎么会有福德呢 这个问题要进行思维 但实际上 这个有一定的差别 就是表面上看来 好像他的辩论比较尖锐 但实际上我们可以抛弃的 为什么呢 他这里说 幻人性杀是无性无罪过 这个不一定 我们全部都是一概而论的 这个确实是幻化的人 然后杀害幻化的人也好 或者说 我们真实的人 杀害一个幻化的人 罪过的真正的 杀害人的根本罪都是没有的 但是如果我用刀子来 开始今天杀一个电视屏幕上的丑人 那这样的话 我杀人的过失都是没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杀人必须要 杀人的四种超见当中 对方的名根要断绝以后 才能圆满他的之分 对方因为没有名 电视上面的人怎么会有名 没有名的 但是我如果生起嗔恶心 我拿着刀 向电视屏幕上去杀人去的话 我还是在阿赖耶上面 以恶心的加性 或者种子已经种下来 但是根本戒不会犯的 不会犯的原因是什么呢 对方是没有这个心 因为对方没有心的缘故 对方不会有苦恕 也不会有快乐的时候 因此我给幻化的对境 做供养的话也没有功德 或者布施的话 它没有这种结束的心 也没有苦恼的心 这样的原因不会有报应的 最主要的原因 是没有心的原因 而世间上像幻化一样的人 如果把它作为对境 我们用武器杀害它 那就是有罪过的 为什么有罪过呢 因为众生的名根相续已经断了 再加上他就有感受 无量的痛苦 无量痛苦的原因 我会犯根本戒 犯杀生罪 或者我对对方乞丐 对他进行布施的话 那对方就生起欢喜心 有这个快乐和欢喜的缘故 对方接受了我的这种食品 然后我有这种福德 所以说 有福德和罪过 这个主要是建立在 有心无心的因缘上 所以说 我们《涅槃经》里面所讲到的 这个说法其实应该建立在 有相续的 心的本体上安立的 如果没有心 全部像石头一样 那一个石头 比如说砸死了一个牦牛 那实际上 石头砸死牦牛 不会有果报的 因为石头不可能堕入地狱当中去 没有这种情况 这个原因 杀害者他没有心的原因 杀者没有 杀手我们也不可能 比如说今天路上 上面一个玄师就跨下来 然后杀了一个人 杀了一个人的话 公安就不可能把石头抓起来 然后拿到排除所 对他进行询问 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所有的 这些因果的案例 全部是建立在 心的相续当中 心的相续有的话 确确实实 世间人所说的那样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然后不是不报 是世间为道 然后世间一道 一切都报 这种说法 这也是一种世间的说法吧 这种说法应该是 只要了知心的概念 心的相续上 可以安立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知道 一切都是幻化 也有一个界限 以前上师如意宝讲过 有一个老头子 他对空性方面一点都不懂的 但是也听说过有些空性的 有一次他杀那个羊的时候 说你这只羊也是要空性的 我本人也空性的 今天我非杀不可 我把你杀了 我把你摘了 然后他一边把抓着那只羊 一边准备杀掉 说是一切都是空性的 这种说法真的是非常可怕的 现在世间当中也是有 让你做善事的时候 一切都是空性的 不用连咒语 连金刚萨都有什么用啊 连观音星咒有什么用啊 全是空性的 对空性的真正真理 一无所用 如果你全是空性的话 你也不要吃饭 也不要走漏 什么都空性的 但是在那个时候 你可能空不了了 很多事情的真正已经显现了 所以我们现在 为什么龙猛菩萨说 如果我没有懂得 生意地和世俗地的道理 不能了知这个甚深佛法的原因 就在这里 我有时候真的这样想 我们现在 法王如意宝的加持下 应该护学院真正的 释迦牟尼佛二弟的因果 在哪些地方是空的 那些地方是不空的 这个甚深的道理 尤其是在汉传佛教的佛教界当中 已经可以说 传得非常圆满 应该说很多人知道 佛教里面所讲的 这并不是口头上说的 而是真正有道理的 任何一个理论和辩证 破不了的 有时候我想 算是如意宝的加持和威力 应该说 这一代当中有很多人 懂得了佛教的生意地的空性 和世俗地的因果不虚的道理 否则 很多人口头上都说是因果不空 什么不空 有时候说是全是空的 所以很多问题 麦彭仁波切说的 巴拉萨那个草一样的 全部都混乱一片 根本分不清楚 现在许许多多的道场 很多人是这样 在这个时代当中 我觉得我们也是 虽然人很小 但是应该依靠传承上师们的加持 对佛教应该在有些问题上 可能做了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 大家不要成为法有子 稍微懂得一点空性的时候 什么都是不存在 然后诽谤因果 这也是非常可怕的见解 你稍微懂得一点因果法门的时候 来自中观的见解也是破不了 这样想的话 这种说法也是不合理的 因此应该在不同的环境当中 由不同的道理来进行理解 这样真正了解了 释迦牟尼佛三转法轮的究竟密意 这一点现在对我们来讲 还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下面还继续讲 那主等无功能 不生如幻心 种种因缘生 种种如幻我 意缘生一切 毕竟此非有 对方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 对方说 你们中观派认为 真实的众生有心 而幻化的东西没有心 所以众生肯定是持有的 因为它有心的缘故 幻化肯定是假的 因为它没有心的缘故 有心和无心的原因 一个是持有的 另一个不是持有的 因此你们中观派 千万不能用幻化来比喻 不要认为一切万法 都是虚幻不适的 不能这样的 你们一个是有心的 幻化是没有心的 这个特点还是最重要的 对方提出这样的问题 那么我们作者 下面给他回答的 说有心无心的话 其实因缘具不具足的一种差别而已 你有了心 不等于变成真正的石油了 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要进行剖析 怎么破析呢 因为幻化这个物 咒语 像刚才所讲的石子 木块等等 各种幻化石的物具 它的这种用具 它的这些用具 根本没有功能 没有功能产生心的能力 任何一个东西 到目前为止 任何一个幻化石 它没有真的产生心的能力 这不仅是以前的幻化石 包括现在的一些科学家 科学家 他们也是通过多年的研究 最后根本没办法 让一个众生 创造一个蚂蚁的能力 都是没有的 这个形式 他们都没办法创造的 以前那个科学家有指标 他也是有一个 以前我们去五台山的时候 叫知识分子介绍的佛教 有这么一本书 这里面也说了 现在的科学家 实际上是一个科学家 也是一个佛教徒 在这个报告里面说是 现在的科学再怎么发达 没办法创造心的 实际上也是这样的 到目前为止有些人认为 啊 可隆面缘的事情 应该创造心 这绝对不是的 这是我们以前 包括佛教科学论 很多论典当中 都已经折破过 现在的这些科学家 任何一个人 根本没办法创造心 心没办法 因此我们幻化的 外面的电视也好 电影也好 或者说一切古代的幻化师 它所幻化出来的这些 像人 马 各种动物的形象 应该变得出来的 但是这个形象 其实是真正的幻化 身体是有的 外面的物质是可以显现的 但真正的内心 我们所谓如来藏的 光明的心 那个它实也没办法创造出来的 就是没有办法创造出来的 因此在这个世间当中的 万世万物都有不同的因缘 因此这个幻化师 虽然各种因缘具足的时候 它也可能会变出一些大象 房子 以及外面的各种山河 草木等等 这些都可以变出来 但是这些变出来 也有不同的各种因缘 这样以后 这些幻化可以说是 外面的一种形象而已 而众生完全是不相同的 因为我们众生确实是有无明 有烦恼 有业 还这样的因缘具足的时候 有苦乐的感受 所以这个形式 自然而然会有的 众生是有心的 有了心的话 那么它成为业力的所有的 善和恶的所业就可以成立的 然后另外一个 幻化的这些物体 它没有形成 那刚才不是已经讲了吗 如果众生是有心 华华是没有心 有心的应该变成石油 无心的不是石油 他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 麦彼仁波切以前举过例子 比如说 牦牛头上有牛角 而白马头上没有牛角 然后你不能说 哦 牦牛应该是石油的 因为它的头上有牛角的原因 而这个骂头上没有牛角的原因 所以它是不石油的 不能这么说 我们这里有些道友的 头发上面有白色的 很年轻的 但是上面白色的特别多 有些道友虽然年已经老了 但是头发是黑黑的 然后你说 啊 你因为有白发的缘故是石油的 然后另外那个老道友 他没有白头发 所以它是不石油的 有一个因缘具足的原因 这个发具足的所以石油的 然后另一个不是石油 这样的说法应该说是没有的 所以说 我们应该知道 整个世间上 各种各样的因缘 千差万别 信心实现 全部不同的因缘而产生的 没有一个法能产生一切果 这是没有的 以前记得《长阿罕记》里面 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 他就吹一个海螺 然后吹海螺的时候 那些乡村里面的人 就像现在可能有些 记者到非洲去了一样 大家都集聚在这里 觉得特别稀有 而且觉得海螺的声音也很好听的 然后他们问 这是谁的声音 那个人就说 这是白色海螺的声音 然后他们把海螺拿出来 都说 海螺啊 海螺 你发出声音啊 你发出声音 因为他们特别喜欢听这个声音 但是海螺没有发出声音 为什么不发出声音 他说 这个还要 我要手里拿着 然后嘴里面要吹着 还有我这个气息 没有这些因缘的话不行的 后来他们知道 哦 原来并不是海螺的声音 其实还是各种因缘具足以后才能产生的 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 也是的确是这样的 我们认为是 现在世界上都认为 这个是坏人 这个人对我不好 我对他好 他对我不好 他应该给我很好的 因为我喜欢他 因为我对他很好 但是如果只有一个因缘 都是可以 但其实也并不是 即生当中有很多 他对不好的 他对你不好的话 有不同的因缘 前世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因缘 所以我们很多人比较愚笨 觉得一切都是通过一个因缘来操作 直白 也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因此在整个世间当中 各种不同的因缘产生不同的法 而有些是有心的 有些是没有心的 这个有心的东西 不能认为它是石油的 没有心的东西才是幻化的 这样也不能认为的 因为众生虽然是幻化的 但是他有这个心 而其他的养颜虽然是幻化 他是没有这个心 然后你有心和无心的差别来 不能说一个是石油 一个是无石油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因此说 真正所有的缘当中 一切的操作 不可能是用一个法来制排的 当然最究竟的观点 就是最终一切法 就像《中轮因缘品》里面说的那样 《灵光因缘中求果不可得》 因缘众若舞 迎合从远处 有这样的教证吧 意思就是说 真正我们观察最究竟的法的时候 不管是所有的各种因缘 聚合的时候也不会产生的 然后所有的因缘分开 灵光当时解释的时候分开 或者是因缘聚合 这个时候所谓的果是不可能得到的 既然这个因缘当中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通过因而产生的这种说法 怎么会有呢 不应该有的 这也是一种众生的迷惑 或者是一种假象而已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当然这个时候你已经 到达了最高的境界 但没有到达这样的境界 之前的时候 在我们名言当中 应该要知道 众生跟幻化大象的差别又是有 一个是有心的 一个是没有心的 我这个人和镜子里面的 我的影像 我是有心的 镜子里面的相没有心的 但实际上我也是 显而不知心的 他也是显而不知心的 从显而无视的角度来讲 没有任何差别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 宗观里面 最主要强调的 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现在所见所闻也好 或者所有的这些法 在我们面前显现实确实有 但是显现的本体跟境中的影像 没有任何差别 它的本体一点都是不实有的 因此我们千万不要抓着一个影像 特别的痛苦 有时候真的没有学过中观的人 到了医院就知道了 啊 我父母死了 其实显而不知的道理 稍微懂得一般来讲是不会哭的 我们以后任何一个道友 如果家里面的人死了 哭的话 就是说明他没有懂得中观 因为他认为实在 他的父母也好 亲朋好友也好 最后他死了也是 不过是水泡 本来也是显而不知的东西 最后水泡灭了 这个没有什么可苦的 没有什么痛苦的 这个时候说明 你稍微对中观的 显而不知的道理有所了解 看看以后哭不哭 凡是哭的人都没有懂得中观 也不一定 我以前法王如意宝 也讲了其他的教义 法王以前说过 尤其高僧大德 人死的时候 也是显现痛苦 应该是马尔巴罗达尊者 他的儿子死的时候 他就特别伤心 就哭热 然后有一个老太太说 上师啊 你不是平时说 一切都是如幻如梦 今天你为什么哭 然后马尔巴罗达尊者说 我的儿子就是特殊的幻化 怎么不笑呢 好 完了 有 VIP 然后我会看到他 остр稍 Blake understood你 不客气啊 你好 我会看死在水中会 一切hay因为 meter马尔巴罗辽 所以 就是得看死亡是 比详级因为又微抵亟 implication对 diz眼咱它建its 对之竖要哦 Haraj missed 坚要 간 accident 准备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